下午的議程是憲政組織群 每位議員分配三十分鐘 請各位議員發言 請操長議員發言 主席 憲長 秘書長 還有議會的各局科室主管大家好 首先 我本席針對昨天的事情 我再次做個說明 我想 我回到馬祖十幾年了 在任何的職產 從來不與人為敵 我只有與人為善 所以說很多事情 冰凍三次 非日之汗 我可以接受別人在背後批評我 我聽不到 但是不能在公開場合 尤其在這個議會的電台上面 我想含沙色影的 做我人生的攻擊 我覺得我人格受到污辱 所以我必須要做出一些反駁 民意代表當然在這個地方 必須本於職權 接受民眾的誠情 但是 事先的了解跟掌握 還有這個發言的難力 我想這個是必須要自己要去掌握的 不是說看到黑影就開槍 所有的事情還沒有了解之前 就亂發問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我個人也要學習 大家都需要學習 我想這件事情 我做到這邊了 我第一個問題請教一下縣長 我們新台馬輪 雖然說可能會時間會延宕 但是在明年一定會下水 但舊的台馬輪呢 我們未來何去何從 請主席財事 請現場答覆 請現場答覆 謝謝曹議員的指教 我想 新台馬輪 我們已經命名叫馬祖之星 按照合約 應該是明年元月14號 交廠 但是呢 這個是不是能夠如期交廠 廠商除了積極在港公以外 目前它下水的進度延後 我想新台馬輪 因為這是國內第一艘 造這樣子大型的漏漏船 那國內造出這樣子的船以後 下了水 能不能像我們預期的 能夠耐得住 台灣海峽的混浪 這是一個考驗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為了安全起見 應該要有個備援機制 所以說 目前呢 雖然台馬輪 三不五時 會有一些小故障 但是我想 一段時間之內 在沒有證實新台馬輪 很穩定之前 它還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覺得說 新台馬輪最少 舊台馬輪最少 應該讓它延續 延續 這個 一段時間 至於說延續到什麼時候 我們要看新台馬輪的狀況 那這樣子呢 會增加 現有的台馬輪 對 那表示以現場的意思來說 我們必須還要編一筆經費 做一些整修 我想 目前 目前的狀況 它是小整修了 小整修 整修以後就是 應該維持到它 勘願狀況 目前呢 我們內部討論 初步的 初步的想法是認為說 將來新床 如果六天裡面 一個禮拜裡面 新床跑六天 舊床配一天 這樣子的話 其實每個禮拜 它就會動一次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用相對比較低的 這個營運成本 讓兩艘床 它都可以動 但是 本期過去曾經要求 我們現場 現場這邊 可以跟何富倫 軍方這邊做聯繫 然後達成雙項夜寒這個目標 但是因為過去現場沒有答應 它未來這兩艘都是我們自己 獻譜所有的船隻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雙項夜寒 基本上 這裡面要考慮的問題比較多 另外一個雙項夜寒是 兩艘船同時在跑 同時在營運 這個時候呢 營運成本 可能要乘上一倍以上 然後呢 因為兩艘船在開 把客源分散 在短期之內 是不是能夠增加客源數 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 這個問題 市長 你這個增加一倍的數字 其實跟我想法不一樣 我不認為會增加一倍 因為雙項夜寒其實 一艘船大概只開了100多攤 兩艘加才大概300攤而已 我們以目前我們現有的 這個200多攤來說的話 其實增加的數字不多 應該不是這樣 所以我當時 我當時為什麼會提出 何富倫這個原因也是一樣的 何富倫50攤配合我們200多攤 接近300攤 我想這個部分是可行的 當時你沒有接受 我想說未來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啊 你以我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我們新任的那個 我們歐陽董事長啊 我想他有做這個方面的評估過 我希望說啊 現在不用講說可行不可行啊 我希望說至少要做這個評估 未來有沒有可能雙項夜寒 雙項夜寒兩天才開一次 一艘船是兩天才開一次 你要算到這個部分 不是說每天都在開 但是這裡面是這樣子啊 他可能是兩套人馬 所以說 就是只有這個 這個人員的部分會增加 當然不是增加兩倍 這個東西要看調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做比較細的 細的做評估 我們會增加多少的經費 我們再去講說可行不可行 你不能說現在你連基本的評估都沒有做 你說要增加兩倍 一億變兩億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算法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縣長能責成我們雷家行業董事長 對於未來如果 我們先做評估嘛 我想明年的事情 如果未來整個新唐馬輪跟舊唐馬輪 兩艘船都是我們縣補所有 然後都堪用 舊唐馬輪也堪用的狀況之下 實施雙項夜寒 他的經費需要多少 我們每年政府要承擔多少的這個這個虧稅 如果真的真的太多 當然本身也不會要求要求說一定要這麼做 如果我們這個政府的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的話 我想這個雙項夜寒是多數的民眾 他的期待 因為也改善我們整個對外交通嘛 尤其這幾天霧寂的時候 如果三四點以後開到臺灣也大概十點左右 如果十點左右正是符合現代人的這個需求 因為交通的便利性上面也會大大的提升 因為天后的因素吧 畢竟就算我們機場改善了 改善八月份以後南竿機場也改善了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天后的因素也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還是會有造成這樣的相關的影響 所以說我希望說這個部分 現代能夠同意責成連江行業公司 對於這個未來雙項夜寒做一個評估 兩艘台馬龍的雙項夜寒做評估可不可以 我們的舊台馬龍已經納入公共運輸研究計畫 大概九月份會完成報告 那剛才議員講到的 我說兩艘船是這裡面大概這個營運成本裡面 會變的就是變動成本 因為兩艘變動成本降低 但是固定成本不會降甚至增加 那這裡面到底差多少 我想經過這個評估以後 可能會出來 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去年在台北召開顧問會議的時候 現任顧問會議的時候 那之前有台韓的專家 他們的建議是叫我們把船賣掉 因為二十幾年的船 我想就是賣掉是遲早的事情 是什麼時機 那我剛才講過 在新的台馬龍 我們還沒有確認它這個性質以前 可能剛才這樣的想法 那整個問題呢 我們已經委外納入到公共運輸研究計畫 九月份會有一個比較肯定的結果出來 謝謝現場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當然考量我們所評估不一定是照著我的意思做的 如果真的不行 當然因為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的話 不管是經費的因素或者整個船隻安全結構的這方面的因素 如果不可行 當然那就不可行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我們是可以嘗試看看 也許可以成功 也許作為未來我們整個兩岸 這個對台交通這個整個一個突破 反正這個部分現場 現政府也必須要去這樣子做一個產事 好不好 謝謝 現在請坐 下面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那個現場實證報告的時候也問過了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執行的單位 交通局 對目前機位不足 我想這幾天也看得出來 很多滯留客滯留在這邊 甚至兩天三天都沒有辦法成行 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交通局如果都沒有因應的措施 真的是我們這個也愧對我們的鄉親 我想請學長 請主席財事長請學長做個答覆 我們現在對於面對這樣子機位不足的部分 如何應應 議長 謝謝朝議員 有關這個交通的瓶頸 我想這幾年來觀光不斷的提升 所以這個觀光的人數確實有成長 造成這個因為這個利龍扳機的能量不足 造成這樣的瓶頸 這是目前我們馬祖的主要困境 那這個部分我們能夠著力的 在過去我們一直有在努力當中 那能夠突破的部分基本上大概就是 一個就是加班 那在六月應該是可以加班 七月八月九月原則上就是 增加這個利龍的這個班次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軍方這個西藥山洞這個部分 希望軍方能夠紓解一部分 那原則上軍方這個是每一個禮拜開一班 那先就這幾個月開航之後 那再看看就說未來情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需要再增加這班次 至少軍方這個部分能夠紓解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因為這一段時間裡邊 今年的物質也特別濃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這個台馬人發揮他一定的效能 那最近這個台馬人 大概早上我都會去福澳改人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只要飛機不飛 這個台馬人或是何富人 基本上都能夠紓解一大部分的這樣的一個旅客 那目前就是有一兩天這樣滯留的情況 是難免是會有 那但是一兩天之後基本上都可以達到紓解的這樣的情況 這個因為現在還不是主要的觀光的季節 所以你現在看不出來 我們希望說你要因應未來六七月份以後 這個發展趨勢 機會不足現在變成慘態性的東西 不是今天一兩天發生的 我們必須要因應未來整個發展 你看現在機會要訂都訂不到 但是利隆加班要等什麼時候加班 不明確 明明早期有七班 為什麼現在變六班 應該是越來越多才對 怎麼會越來越少呢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利隆在夏天的時候是有征班 現在是我們去拜訪之後 我想這個部分是有征班 這個部分有沒有確認 要明確的吧 確認幾月幾號開始征班 每天是什麼樣的班次 應該要有一個公告出來 這個都已經 這個部分我想他在這個 每個月前都會做適當的一個公告 我想這個是確定會征班 這是沒問題 但是我們跟利隆這個表示 你再征班這個觀光還是會進來 所以這條航線上 基本上目前是熱門的一個情況 但實在是礙於他沒有佔那個能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的飛機現在是要進來這個 這個Dash800的 所以他這個部分的作業稍微有一些延誤 所以這個部分對於利隆來講 他是沒有佔那個能量 目前是 那這也就是我們麻煩的 因為我們這條航線 利隆獨家經營 他必須要有這個責任 去負擔這個運輸的機制 我想是這樣子 這是分兩方面來講 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說我們六千多人 我們實際上 這個基本交通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 不離民航局 能夠這個部分 能夠顧到 在這個顧到以外 因為這個能量只有這個樣子 能夠顧到以外 那剩餘的部分 作為觀光線的用途 基本上是上 那基本交通這個部分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斑翅 就是因為觀光客擠壓了這個基本交通 擠壓了這個在籍的部分 基本我們自己的鄉親已經都排擠掉了 因為觀光客羽形社把這個位置都定滿 我們自己的鄉親變成要進出的時候 這個機會都被排擠 這個部分我們也 其實我們交通局也必須要跟交通部這邊 民航局這邊做一個聯繫 要求利隆 就是他現在進來的飛機 這個可能不是那麼順暢的時候 他必須把這個 56人坐這個飛機 要交還或者解除這個租約 要往後延 要去做這個搭配 不能說他所有的飛機都還了 飛機進來又來不及 對我們整個這個運量都排擠掉了 因為沒辦法達到我們需要的運量 我想因為這個部分在山延山嘛 企業 他必須要追求他的那個利潤 對社會才能提供 才能提供價值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畢竟他還是一個獨家 那民安局對這個部分 能夠著力的部分盡量著力 那有關基本交通這個部分 我們也一再反映 希望就是說 對在籍基本交通這個部分 能夠有所叮嚀 那現在能做的大概 就是因為他獨家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多一點 因為他必須要負擔這個責任 獨家就要負擔這個責任 不然就開放兩家進來 如果現在獨家的部分 民安局竟然要給他獨家 經營這條韓線 就必須要讓利潤負起這個責任 他不能為他自己個人 這應該不能說 我純粹用那個商業的利益去考量 必須要這個社會責任 也要參差在一部分在裡面 這個部分應該民航局要跟利潤 我們交通部也要跟民航局這邊做個協助吧 當然要求利潤把這個部分 至少社會責任要負到 每次都是草草鬧鬧的 機場都是草草鬧鬧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兩邊都要兼顧了 一個就是企業的這樣的一個經營 在企業經營之外 能不能盡這個社會責任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說要讓利潤虧錢 至少我們現在也編了 如果加班六成以下 我們還要補貼這個東西 我們還有編錢補貼他 表示我們也希望說他可以賺到錢 但是最重要的他要負責 我們這個交通的順產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局長這個部分 繼續跟民航局要 會 會 我們會持續跟 另外就是 剛才講的 軍方的西郊山洞這個資源的部分 我想他之前只有在春節時間 有這個資源很多班 這個部分在我們整個運量沒有改善之前 我們可不可以 希望說透過立委那邊 能夠跟軍方做個協調 能夠建立一個機制 是常態性的 目前在這個我們在改善之前 常態性的能夠支援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現在說一個禮拜一班 那一班好像變固定的一班 我想說如果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提出這個 有一個基本的SOP的一個操作模式 讓這個軍方能夠隨時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支援 至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8月份之前 我們8月份集團如果改善了 它的力量可以 比較大的飛機可以進來 可能運量會增加 但是在這個之前 能不能夠對於我們 這個旅客的輸運上面 進一點力量 這都是我們希望在 這樣軍方的常態性的 這樣的一個紓解 軍方的這個休假也好 這個士官兵來回 台馬之前也好 就是說這個部分 希望他常態 常態以後啊 那將來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 這個附加價值這個部分 能夠在需要紓解的時候 能盡一份心力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我們要 積極爭取的地方 有沒有跟軍方接觸過呢 你現在有沒有跟軍方接觸過 是都有 我想這個部分啊 立委也好 現在也好 任指揮官對這個部分 也都有所著力 我希望說這個 在最短時間內 能夠有一個共識 或者有一個初步的方案出來 6月份到 7月份馬上這個暑假 暑假到的時候啊 這個人潮就多了嘛 進出的人都多的時候 必須希望他們能夠協助這個部分 好不好 謝謝 另外針對我們 憲民保險的部分 請教一下民政局局長 請主席還是民政局局長做答覆 請民政局局長做答覆 請民政局局長做答覆 我們今年首次辦理憲民保險 現在進度跟這個作業程序怎麼樣 主席 謝謝曹岳 對不起 指教 謝民意外險 經過一年多到一年半的時間 非常非常不容易 總算飆出去 大概現在以意外險部分 我們投保了一個人的理賠 大概是45萬 我記得應該是40萬到36萬45萬 因為像這個保險 當初是欄杆的 我們本來意思說去年就要完成了 因為去年已經連續五到六次 因為保險公司 我們的範圍是包括四箱五座島嶼 他認為欄杆已經虧本了 所以說變成沒有這個意願去 承接這個業務 我們這個是幾月份發報的 這個月到十幾號就完成了 正常來說去年年底就要發報吧 等貴會預算一通過 我們就作業了 就要作業吧 已經開始作業了 一直沒有人 一直沒有人 一直上完 一直上完 上完後來調整 因為實在標準在調整 後來調整了好像你賠了45萬 就是意外險的也沒45萬 我們現在已經標準去了 表示我們當初預算編列的時候 並沒有很確實地去評估去估價 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 沒有也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參考欄杆相公所 後來欄杆相公所最初是 理賠60萬 後來也是因為這個因素 他理賠公司不做了 他不做了 因為怎麼講 他虧損 虧損 因為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這個是我們 憲服對民眾的一個德政 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所以說這個在未來 我希望說這個在預算編列上面 可能就在這邊 要做另外的考量 謝謝你 我已經預估到 這次經驗之後 其實要做一個考量 就是不一樣 這個部分 議員也比較高一點 是的 我跟曹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最好 讓產商多賺錢 為什麼 我們最好地區 沒有一個事故 沒有一個事故的話 可能價格就往下降 當然 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局長 可能要考量一下 另外就是 關於去年 我們博弈公投通過之後 我想到今年 我看四月份為止 好像 一千多個人進來 對 我想很多議員 也談到這個區塊 會不會造成 我們將來社會福利 整個金額的增加 排擠到我們現有的 稀釋到我們現有的 這些社會福利的資源 以目前來講的話 是稍稍有一定影響到了 影響到了 我們現在最大的區塊 也就是說 居家服務的老人生活經驗 這個區塊 一年比一年增加 一年比一年增加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必須有居住事實的話 以大家公平正義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請三政公司 對這些人員 只是戶地掛這邊 人員不回來 這可能要做些處理了 因為你現在 現在部分 雖然有處理 並沒有很準確 也沒有做得很仔細 當然有一些人 據我本席了解 當然有一些人都在台灣 但是他還是 還是跟我們居住在 長期居住在我們這邊的一樣 他要領到該領的部分 所以說我是希望說 現在我們局長這邊要把每一個項目的 社會福利 這個每一個項目的部分 提出來研究 哪些部分可能會造成影響的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必須要做一個通牌 不然我們在地 真正居住在我們在地的民眾 他得到福利 他得到福利 越來越少 一定會被歧視掉 是我們現在目前正在針對這個部分 公平正義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 必須要靠鄉政府所來必死的配合 但是有些部分我們正在增強的 比如說馬上送到貴會的 急難救助的部分 應該給這些最弱勢的 我們也要調整 比如說早上會評議員說提了 等於說258萬的這個部分 不太公平的部分 我們正在密切的研議 可能在這個 你們下個會期之前 我一定會送到貴會 我希望說每一個項目 對每一個項目去審視 現在很多 真正的哪些項目 可能因為這樣造成會影響的部分 我必須要提出來 因為至少你居住在這個 在馬祖居住180天以上 這是大家共識 是 希望共識 你沒有在這個地方居住這麼久 你不應該有 跟我們享受到同樣的福利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需要很仔細的 另外我覺得 我們社會福利 其實在馬祖的地方 地方小 可以做得更仔細 可是因為前一陣子的一些例子 比如說家裡面 父母親生病了 小孩子還沒有人照顧 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不應該去考量他 這個家庭 他們的經濟狀況怎麼樣 我們這個社工人員 或者怎麼樣 我想我們 那個 那個國民年金這裡面 不是國民年金 就是我們 公益財源基金這裡面 有請了很多人 這些成員 必須要發揮他的功能 馬上揭露 後來當然民政局是有介入的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想這個 在跟聯繫通報上面 必須要更密切 做得更細緻 是的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已經在執行了 你剛才講的像這種臨時段話 我們可以辦理臨時托育 或者跟那個衛生局來 那邊也可以聯繫 對 我們現在都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因為要秉除這個 要服務的心態 不要秉除那個所謂 排富的部分 對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 不一定要說一定要 你要中低收入 或者是什麼樣的 身心障礙者才需要 只要需要的 我們這個政府部門 或者相關所這邊評估 他需要這個安置的 我們盡量給他安靜 因為大部分這個 有些社會福利 都是我們局裡面 主動自發的來處理的 可能明年度 比如說因為老人送餐了 一餐 我們改為兩餐 這個部分來講 還有那個這個 等於說日間照顧 我們也要推展 逐項逐項的去完成它 因為有些東西 你要成立的話 要比照法令規定 要設置完備 馬祖地區 應該是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做得到 我們和中央溝通 我們政府可以把民眾 這個照顧得更好 我想希望局長上任之後 其實也改變很多 這個一些制度也改變很多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做得更細緻 更細密一點 對民眾照顧 我們更直接吧 是 我想讓民眾有感受這個部分 感謝你 謝謝 局長請說 謝謝